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 我们可以用黑丝定律 这个也可以用黑丝定律来算 当然啦 你看这个 蛋 蛋的燃烧热 轻的燃烧热 氨的燃烧热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它 跟刚刚方法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用黑丝来算看看 两种方法 这个黑丝定律一定要会 那个深深减反深反能减深 有时候怕那个看不出 它到底是燃烧热 还是深层热 或者是忘记的时候 还是用深深减反深反能减深 还是用那个黑丝定律比较好 看这个 这是我们要的目标 先瞄准我们的目标 安在左边 找到安 它在左边啊 所以要把它反着写 反着写的时候 要变好 再来 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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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有二氧化碳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我们要想办法配出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有氮气 所以我们就找上面哪一个有氮气 找到了 这个有氮气 我变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 它在深层热 我也在三者热 所以我造超 造超就好 而且它 N02而已 N02而已 造超 它33.8 3.8写上去 再来 氢气 产生水 这里也有水啊 水它在深层热 我也在深层热 所以我造超 可是小心啊 它是2分之3啊 它这里是1啊 所以我要全部乘以2分之3 那个ΔH也要乘以2分之3 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看 左边有 右边有 钢掉 钢掉 好 氢气 钢掉 诶 NH3加 这里是4分之7O2 好 4分之7O2 会变成 NO2 加2分之3的H2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嘛 我们已经配出我们要的 那DOTA去呢 就是把全部 加在一起 就可以算出我们要的答案